OMG邓紫棋不穿内裤就上台,侧面黑裙开插高到腰部,白皙嫩腿看到完,却找不到内裤的痕迹。 华晨宇在歌手2018总决赛最终战,找来《我是歌手》第二季的常胜君邓紫棋来帮唱,实力超群的两人合作舞台备受期待,正是演出时他们大标高音,但邓紫棋穿住太吸睛,大家都忍不住盯住他那高插长裙猛看。 邓紫棋与华晨宇合唱代表作光年之外,两人火力全开,在歌曲后半段狂飙高音,歌声震撼全场,光是气场就足以令人臣服,但最吸引人目光的除了威猛的爆发力之外,当属邓紫棋的服装,正面看是一件普通的黑色连伸长裙,但亮点在侧面,一转身裙子开插开到腰脊,只靠五条银色 亮片带子连接前后两片裙,大片雪白肌肤依然无疑。 这件长裙除了展现性感之外,还拉长了邓紫棋的身材比例,个头娇小的他腿部瞬间拉长许多,只不过网友经验之余,忍不住纳闷,他穿这件裙子有穿内裤吗? 毕竟从侧面看,肌肤上完全看不到除了裙子银色绑带之外的衣柱,好奇一般女星如果穿这样的礼服时该怎么办,但其实如果舞台灯光掉暗一点,就能发现他腿部呈现两种颜色,里头应该还有一件肤色内衬,而非完全光溜溜的。 另外,值得一提的是,邓紫棋这次为华晨与帮场,两人的关系再次受到关注。 两年前南方曾被拍到挽住一位女孩的手处游,游望游比对衣住之后,发现女孩和邓紫棋穿住一样,好奇两人是否秘密恋爱中,之后又被拍到他专程飞往南方所在的北京新家庆生。 过夜,待不到24小时又搭击返港,搭击前南方宠溺摸摸他的头,关系相当暧昧。 然而尽管互动甜蜜,但华晨与当年出席某典礼时,却否认恋爱消息,表示,我跟他并没有在一起,感情这个东西大家都很关注,我跟邓紫棋关系非常好,但总是不断回答这些问题,就像在炒作一样。 强调不喜欢这样,不过在典礼上当他没讲,镜头刻意照相邓紫棋时,他忧自己一默,戏称,是在对著我绯闻女友吗? 巧妙化解尴尬,事隔两年,两人丝毫不必会昔日绯闻而同台,表演时默契依旧,再度证明真的是交情深厚的朋友。 感到有什么 memor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